大家好,我是娟莫莉 洋葱在国外被称之为菜中皇后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蔬菜 不仅价格清明,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叶酸、钙、甲心等营养物质 我们平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上一些洋葱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么我今天就用洋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健康的吃法 这也是我们隔壁邻居95岁老奶奶经常这样吃 对身体非常的好 废话不多说了,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紫皮洋葱去头去尾 中间再给它对半切开,一分为二 接下来盆中加入适当的清水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给它搅拌搅拌,使盐溶解开 再把洋葱放进来 洋葱对半切开在清洗的时候能够更好地释放出里面的辛辣味 加入食盐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它可以有效地去除洋葱表面的灰尘和杂质还有细菌 先让它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之后,这时的洋葱辛辣味也没那么重了 再把洋葱给它稍微地清洗一下 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放在钉板上 再把它切成宽一点的长条 再改刀切成小块 洋葱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它不仅可以用来吃 还可以放进冰箱去除异味 全部切好之后,再用手给它抖散一下 然后再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蒸架 再把切好的洋葱块倒进来 用筷子将它平铺均匀 这样熟得比较快,而且成熟度也一致 平铺均匀之后,再盖上盖子开大火 给它蒸6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可以密封好的玻璃罐子 再把它放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200度的开水给它烫一下 让它消消毒 消过毒的玻璃罐子 食材保存的时间也更久一些 先放一旁,让它静置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用筷子 小心的给它转动一下 让它里里外外都消一下毒 消过毒的玻璃罐子没有细菌 食材吃着放心又健康 再把它小心的取出来 倒扣在钉板上,让它控干水分 这时我们的洋葱也已经蒸好了 打开盖子看看 哇,好香哦 一股淡淡的洋葱香味扑鼻而来 蒸过之后的洋葱颜色也比之前淡了许多 就证明已经蒸好了 再把它取出来放在钉板上,让它自然放凉 接下来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把放凉之后的洋葱放入消过毒的玻璃罐子中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全部放完之后再往里面加入几粒冰糖 中和一下口感 紧跟着再准备一瓶陈醋 在这里大家在购买陈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楚 要选择这种量造的陈醋 量造陈醋吃着对身体更好 不要选择量制的 量制的是人工勾兑的吃着对身体不好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几个字 再把陈醋倒入装满洋葱的玻璃罐子中 陈醋的量没过洋葱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冷藏三到四天就可以吃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醋泡洋葱就这样做好了 做法简单 厨房小白一看就会 在这里建议大家每天吃两到三勺就可以了 咬的时候一定要用干净的勺子 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冲泡一下 搅拌搅拌就可以食用了 洋葱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 它可以促进食欲 还具有结表驱寒的作用 每天吃上一些醋泡洋葱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营养又养生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适合中老年人 喜欢的朋友你也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焗魔力天天分享